香港在港台北後來有一個學部學校的校長 其中一團就是來到台南的校長 跟到小朋友來講言聞 整個黨用一個集合跟人家透過的社長來進行 以進化後後將會有25位學生來到校長 將會分別前往到校長 講他們校長以及高比試驗小學 進行一禮拜應議教學多黨 讓學生的黨實在聯繫英文同時擴大國際館 科長中三位老師正在用全英文和學生合同 當時教學裡面也有很多人正在觀摩 他們其實都是香港立港台北後的蘇生 這是他們學校一個學部學生的課程 來到台南的平衡作業 跟當地的學生上課合同 今年來到20位的學生沒有分科學 也因為這是夜前後的第一次 對學生來說也都非常期待 他們來這裡的目的是 就是在四天去跟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的同學 一同網友室學習一些生活的英語 希望有一個文化的交流 同時有一個互動的時間 這是我們這次來的目的 那麼在疫情的時候我們上年就是沒有辦法來這邊嘛 可是今天就很榮幸可以再來這邊 然後可以真的跟小朋友他們互動 那在線上的時候其實是沒有可能跟小朋友這樣一起玩遊戲 還是做到這麼多 所以今年真的很好就是疫情沒有那麼嚴重就可以再來 對真的很高興 這次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來學校跟我們的孩子做英語互動 這其實是每年他們都會來 除了在疫情期間因為不能夠來台灣 所以他們我們就採取線上互動的方式 那今年很好就是說他們可以親自的到這邊來 就直接跟孩子們面對面做溝通 然後用他們生動的語氣 然後來教孩子們說英文 他們很專業喔 還會用字卡 或是用一些有趣的遊戲 帶領孩子們學習 所以孩子們的英語學習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進步 頭幾到外國台下交流 讓學生可以精進國際觀 當然也可以聯繫英文 對相後的學生來說 都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記者郭伯依舊聽哭 蔡陽博德 我們會不會受歡迎 我們會讓學習呢